公培工業主要生產精密穩住軸承為主 是以PPI作為軸承的品牌對外銷售 我們是第一次找入機械手的使用 達明的一個技術服務配合度都相當好 協助我們做機械手臂的裝箱測試 還有尋找夾爪適合使用的機構 所以我們第一個考量就是 在成品裝箱去做機械手的導入 可以減少人員在裝箱上面的負荷 使用的場合就是機械手將自動包裝機 包裝出來的軸承去做一個取料 紙箱進來之後機械手臂也會先做一個 條碼的掃描 還會做一個裝箱的動作 裝完箱子之後機構會做一個秤重 再把滿箱的部品排除了 從條產線我們的紙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種類 但是不同種類的條碼也都不一樣 然後我們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希望就用達米軸臂的視覺系統 可以去辨別這個紙箱 是不是目前要裝得正確的紙箱這樣 紙箱的隔板它本身就有公差的問題 而且它本身有些程度上是有彎斜的轉換 當我們要把軸承放進去的時候 如果一般的四軸的手臂的話 它可能就只能做直上直下的動作 但因為打比這隻手臂六軸的手臂 它可以模仿人類用斜叉的方式 將軸承放到這個隔板裡面 因為我們這條線上的軸承的型號是比較大的 而且也是比較重的 那對於我們產內的工作人員來說 對於他們的手部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那這個手臂導入之後呢 就可以降低他們的手部的負擔 那再來一點就是說 因為這些手臂它不會出錯 它可以避免人員出錯的轉換 這個暗子導入之後 對我們來講的一個很重要的效益 是說可以讓我們的設備的架周率的夠提升 所以說當這個機台導入的時候 人員就不用再去瞞於說 那一定要每次跑過來 或手動裝下雨 那這樣子的話 可以讓整個產線的生長都順利 然後相對於使駕動率的夠提高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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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